Hello 大家好 我們大家最喜歡的Sunny哥哥 終於就要出片 在10月1日 即是比較特殊的日子 就出了一條30多分鐘的片 一看就真的眼睛都痛 我跟大家說 我幫你看了 你不要浪費你的人生30分鐘 這條片應該是10分鐘左右 你聽我說10分鐘可以省了20多分鐘 這條片 因為看完結論 我跟你們說 看完跟沒有看過是沒有分別 因為我吸收不到任何內容 首先我講一下幾個重點 首先第一隻在10月1日出一條這麼紅的片 我想問他的公關是搞什麼 當然 可能在另一個角度來想 他整條片都是所謂的自嘲 即是自己串自己 但有些東西玩歸玩 不要用紅兄兩個字來玩 那你玩歸玩 不要用紅色來玩 我怎麼知道是真還是假 你這麼愛國 對吧 其他人做就說 玩一下 但你做我真的相信 你又淘寶又成 對不對 首先這個是一個極大問題 我真的解決不了 愛國小粉紅 我還沒見過香港Youtuber 愛國愛得那麼高調 世界佬好像偷偷地愛 你愛到這樣 10月1日出一條大紅片 紅當當 我大哥 真是毛主席見到 都要給我讚好你 對不對 這件事我不知是怎麼解釋 我也不知道他的Marketing 到底是怎麼搞 如果他不是故意這樣玩的話 怎麼會在這個敏感時期 不就是全心靠害呢 這個我留給大家定奪 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公關災難 還有這個稍微有一點致力的人 都想到應該 你一個中學生都可以想到 有關聯的時候 你這麼大一個人 你都想不到嗎 這些 我覺得很奇怪 首先這件事第一 第二 這個正式房間的概念 有些人說是抄招式 因為外國很多Youtuber 例如那些鬼佬都拍過 還有 就算近一點 台灣 放火的 拍過白色房間 但我想說 別人的拍是拍白色的 是嗎 最多都是白色 這個日生哥哥的腦 真是裝屎 拍紅色 你稍微有腦 都知道 人類眼睛長期對著紅色 是很辛苦 是很不舒服 真的會眼痛 你自己拍 你自己受罪就算了 你連觀眾 就要拍三十多分鐘 我想問有沒有人看完 眼睛很不適 我真的強烈建議大家檢舉這條片 這個真的靠害 這條影片有毒 各位家長也要小心 不要讓你的子女看這片 因為你這樣看 他整條片都是紅色 你三十多分鐘看這條片 看完你的眼睛都很痛 子女 總之各位家長要小心 而且 他這條片 是嚴重危害到我們的健康 應該要檢舉的 好像之前的什麼 男情遊戲 完全是有害青少年 中年都被他整死 而且我終於想通了 他這條片 不是為了遺難你們的觀眾 是為了我們這些 講花生的評論員 他就是要你們 你們這些人都很喜歡說 我特意拍條片 玩死你們 你們說吧 看完再說吧 好 你拍得我就看 你拍30分鐘我看完 我是看完 OK 我是看得很辛苦 真的 擦了幾下眼 真的扭到眼水 那 Face真是好 我夠了 你台灣 你拍白色那些 是抄抄白色 你拍紅色 真是個老裝屎 你拍綠色 OK 然後 整條片 真的很晦氣 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樣說 那些 他好聽一點的字招 難聽一點 根本就是在串 網民 就是那句 一些YouTuber 你一不就不要出來 你出來又要單單打打 那些網民 老實說 你米飯班主是觀眾 和網民 你又要忍不住 那你想怎樣 如果你只是拍給國民看 你難怪把影片變回會員限定 就是我不想看 OK 你拍出來又要說 首先第一 不要再說我們浪費食物 你事實是 你那個什麼蛋白巨大法 我又不太相信 就是你弄到整桌 那些蛋白留到周圍 我又不太相信 你事後會吃光 說真的 你不是賭光去找鬼信 就是一塊屎 你新的哥哥 和Creamy姐姐 新嬌肉桂 我不太相信 你會把蛋白去 對不對 跟著呢 又是用回阿油 這個很明顯 就是因為叉雞 上次說的 就是自從 Creamy取代了阿油位置 以及沒有了阿油 之後整條片 一落千雀 那你事實是 大哥 這個有目共睹 大哥 這樣 這個真的不知串誰 這個所謂的Creamy 連吹起公仔都不如 首先第一 他取代了之後 就搞到這樣 第二 就說沒有阿油 不行了 我台就是收皮 這個也是事實 大哥 我們全力沒有用的 然後又說 整個貪錢養招財貓 就是那個泥膠 然後又說 這個東西值八十萬 就要豁著這個誇張手法 我上次說的世界佬 常常自爭 說一塊錢 其實根本是這個 絕對按鈎做法 不用提 觀眾提 觀眾提 你可以一笑自知 但你自己提 觀眾會覺得很反感 我想跟這些人說 這些失敗型KOL說一下 就是不要自揭創吧 你現在的形象 未修復好之前 你可能覺得是開玩笑 有些觀眾覺得你嚇人爭 你還提著 他們的腦回路 我真的不明白 一般來說 觀眾已經原諒了 你接受了 你自嘲一下 觀眾跟他一起笑 但你們現在的形象 還未搞定 你只是負面 你只要提著 駁什麼春 真是傻 好 這個就是 整條片都是單單打打 不知所謂 完全毫無負義 我是在官方判多你三年 然後 我覺得最受不了 就是 首先 有很多白癡位 他一開始的房間 Sunny哥哥的房間 他好像很新奇 哇 這些是什麼 這些抽蛋是什麼 我屌你我心想 房間又不是你自己佈置 混蛋 條條又不是你想出來 他一開始 他一開始就說 Creamy在佈置 給他驚喜 浪費夠氣 這麼大 這麼大房間 你是否真的信是一個Creamy奶油姐姐 一條人搞定 好 我當是吧 OK 好嗎 我想問一下 一開始Creamy姐姐 在佈置的時候 誰開機 黃龍德 不是被雪藏了嗎 除非這間公司 還有其他員工 我想問一下 拍攝機我是誰 大哥 不要玩 又不是兩個 現在只剩下兩個 說真的 假裝了 幹什麼 對不對 黃龍德在雪藏 你說的 誰拍片 對不對 接著 最愚蠢是 Creamy姐姐 直接用噴七罐 噴紅油 直接噴下去 剛才他不戴口罩 不戴手套 我相信 稍為有噴過模型的朋友 特別是我 因為我噴高達 都是用噴罐 之前 你有噴過油 你都知道 這些有毒 我當年噴模型 我也要開壇 什麼叫開壇 就是要整理 抽氣機 因為有專用的東西 真的有抽氣線 因為那些油噴出來 有些叫隔什麼鬼 真的有毒的物質 你聞到會對身體有害 嚴重會致癌 嘩 最誇張的是 直接噴到水機上 真的瘋狂 連出水口也噴到 我懷疑這個Creamy姐姐 也很想去日生哥哥 真的想去死 這樣噴下去 他有沒有腦 真的低Q能 我真的看到 雪蛋 你喝死他 你們兩個自己死了就算了 真的這樣 你普通誇張 那罐東西 這樣噴下去 真是弱智 他真的沒有讀過書 不是開玩笑 真是弱智 看得出來 真的看到誇張 然後 有件事順便說 他噴到巴椒線 巴椒線是哪裡出的 其他人 我經常都說 其他人用中國的東西 沒問題 但你日生哥哥 你很黃 你當年靠黃色立場 你拿了多少好 你現在就要收回多少 人人都用得 是你不用得 我直接說 你說 不能避免就說 但你這些風扇 一定有其他品牌 你一定可以選到 為何會有巴椒線呢 我想問一下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香港人對你 不過新產地是中國 然後他說 房間沒有冷氣 沒有窗口 沒有冷氣 你信不信 現在幾個月 我拍片的時候 九月 九月 你想想 可以不可以 沒有冷氣 沒有風扇 你信不信 剛才我問大家信不信 一滴汗 穿著衛衣 一滴汗都沒有 大哥 你是不是在香港 你是不是穿草 去了英國 還是澳洲 你有沒有可能香港 九月的密室 你可能沒有冷氣 沒有風扇 沒有窗口 穿著衛衣 可以被我已經熱了 到內褲都濕了 你真是 你沒有脆 我又很奇怪 他的挑戰是24小時 然後他又做了任務 說成功減3小時 有什麼意思呢 那你是不是真正的24小時 其實沒必要 他可能抄外國那些 不知道 但既然你24小時 24小時 不要搞那麼多屁股 還有最奇怪 就是他每一頓吃飯 早餐、午餐、晚餐 然後他又要特意拍 那個Creamy成績 然後說 今餐呢 我會給他吃麻婆豆腐 今餐呢 我給蟹去吃 我不明白 為什麼要特意 強調他吃什麼 沒有人有興趣知道 我真的嚴重這條影片 懷疑他是不是在買廣告 但有9不達8的 喂 你24小時房間挑戰 誰理你 吃蟹還是麻婆豆腐 要特意拍攝 誰想知道 根本都不是你的影片主要目的 很奇怪 真是弱智 總之 算吧 還是收皮算 我沒話可說 很失望 如果這樣 真是很圍爛 我們這些 花生評論員 每次30分鐘 看得眼睛都很痛 真的 我們這些錢不容易賺 所以各位朋友 請按個讚 訂閱和讚好 我們期待下條日新哥哥 我們再做影評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